我原本以為我已經可以跳脫運動相機的大坑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在大江DJI推出了 OSMO ASION FOLD之後 我還是摘入了這個大坑 哈囉大家好我是市城 今天影片就要來跟各位開箱 在大江DJI近期推出的OSMO ASION FOLD 在使用OSMO ASION FOLD之前 我都是持續使用GOPRO他們家的系列 畢竟GOPRO這個品牌是大家耳熟能詳 而且我是從第七代開始使用到第十代 中間也是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 我都沒有換過任何品牌的運動相機 但因為近期一直不斷跳出OSMO ASION FOLD的廣告 於是我就點進去看 不看還好一看真的不得了 跟GOPRO相比較下來真的會有明顯的差異 我有使用它的空拍機 但是我沒有使用過運動相機 所以我就覺得這好像是可以嘗試看看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影片吧 首先打開外盒可以看到OSMO ASION FOLD本體 曲線底座 兩個螺絲 兩個快拆架 保護架 電池收納盒 1.5公尺的自拍桿 這個電池收納盒非常方便 就是 DJI 保持一貫做法 只要按下開關你就知道 哪一顆電池有電 哪一顆電池沒電 不像早期我使用GOPRO 我有三顆電池 每次在緊急狀況之下 插了這顆電池 沒電 換了另外一顆電池 是50% 又換了另外一顆電池 才找到 這顆是有電的 這個設計是非常的好 讚讚 前面這些就是你們看到 全能版裡面的標準配備 那接著就來跟各位開箱 關於 DJI OSMO ASION FOLD 裡面厲害的功能 究竟有哪些 就是 G-LOG 模式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不會使用到的一個模式 因為我長時間在上班 所以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去後期調整影片的顏色 也加上呢 曾經試圖想要調顏色 但是調出來就跟原本影片彩色輸出的 顏色差異偏大 就要只好使用相機本身的顏色 輸出剪輯 又或者是套用別人的LOT來剪輯影片 第二個就是它電池續航量再提升 一顆充飽電的電池 可以使用160分鐘 大概是兩個半小時 之前使用GOPRO相機的時候呢 都常常會發生 坐熱適當 又會很擔心說 到底我的影片有沒有被記錄進去 第三個就是它竟然有磁吸快拆 怎麼甩都甩不掉 這個功能在上一代 好 當然就有了 但是呢 因為我是剛踏入DJ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也太厲害了吧 早期使用GOPRO的時候呢 要換個電池 或者是裝個麥克風 還要在下面轉那個螺絲 光是轉螺絲的時間 你就錯過多少豐富的畫面 如果裝上這個保護殼 它連旁邊都有磁吸快拆的功能 我裝給各位看 只向拍攝的話就是把它轉過來 是不是超級厲害 DJ OSMO ASION 4的廣角鏡頭提升到155度 具有18公尺的裸機防水 如果你是愛潛水愛悠悠的朋友 帶著OSMO ASION 4下水都不是問題 因為我本身不是會從事這個活動的人 所以基本上這個功能對我來說 影響並不是太大 具有前後觸控螢幕 它是可以插著行動電源充電 只要花18分鐘就可以把電池充到80% 在DJI的官網上有提到 它是立體收音 所以即便你不需要使用YJ麥克風 它的收音也是非常良好 最後一個就是OSMO ASION 4它可以支援Wi-Fi直播 我們來看看它的實體裡面的功能 那有可能我講的不是非常正確 又或者是講的不是非常細心 畢竟我不是相機職業玩家 所以呢 將就將就 功能就大概跟各位分享 不得不說 OSMO ASION 4的開機時間 比起GoPro真的快很多 開機的時候 常按2秒 你要聽到嗶嗶嗶 再讓它裡面的記憶卡跑一下 大概是過了3-4秒吧 DJI OSMO ASION 4在我開機按下去 那一刻馬上開機 光是這樣兩個差異下來 就可以讓你記錄更多重要的片段 趕緊來看看 關於OSMO ASION 4主機裡面的功能有哪些吧 首先在OSMO ASION 4的左上角 可以看到記憶卡所能儲存的時間容量 而中間這一個影片按下去 可以看到你記憶卡裡面的所有片段 或者是照片 左下方這一個攝影機按下去 裡面分別可以控制照片 錄影 慢動作 以及靜止延時 上我是設定在影片的部分 無論是只要開機或者是按下錄影鍵 它就會自動跳到錄影模式 而在右上方電池的符號 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顆電池容量還有多少的話 只要點一下 它就可以清楚的顯示百分比 中間這個工具欄 我們等一下再說 右下方這裡如果長按的話 它是具有變焦的功能 非常厲害 那回到中間這個工具欄 這裡面分別可以調整視角 弱光增強 圖像調節 低光增強 上方這裡還有一個Pro 裡面可以調整曝光 擺平衡色彩等等之類的 旁邊這個麥克風 分別可以打開立體聲道 或者是單聲道 右邊這個降風罩 通常都是打開的 功能是非常精簡直觀 畫面從上往下滑 又可以看到另外八種不一樣的模式 自定義 如果你想要設定 假如4K或者是2.7K 1080P慢動作等等之類的 都可以從這邊增加 QS 快速切換 裡面分別可以調整 提示音切換螢幕 拍照錄影 慢動作 靜止延時 運動延時 美方 太陽的不好 畫面的亮度 通常我是使用20幾%到30 因為這樣會比較省電 下一個設定功能 裡面是系統設定 可以設定 SnapShop 單屏預覽 語音控制 OTG 無線連接 視頻要說 提示音 網格 時間碼 素材命名 或者是開錄後錫屏 自動關機 LED 燈地平線穩定 上次直播 燃雅 遙控器 語言 日期格式化 恢復出廠 薰期設備 認真訊號 方向鎖定 那我通常會是把他打開的 因為可能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 主機本體沒有拿穩 沒有拿好的話 或許在你後期剪輯影片的時候 會發生螢幕從橫得變成直相 這一個是螢幕保護程式 按一下就是鎖定了 只要往上滑 就解鎖了 語音控制 必須對著相機 說出指定的通關 密語 例如開機 關機 拍照 錄影 等等的 最後一個 前屏全屏開 或者是關 等一下我把相機翻過來前面 這個功能設定的究竟是什麼 前屏全屏 看到的狀況是打開 那我把它關起來 這樣呢就變成 上下有一條留白的地方 通常是比較習慣是使用 目前這個狀態 我把影片放到電腦上的時候呢 剪輯的畫面 是不是你想要呈現給觀眾的那一個畫面 在OSMO Action 4裡面還有其他幾個功能 來跟各位分享吧 由下往上滑 分別是可以調整1080p 2.7K的16比9或者是4比3 4K的16比9或者是4比3 下面這邊就是FPS 分別有24 25 30 48 50 60 畫面的右上方呢 你們可以看到RS 這個按進去分別調整它的穩定程度 關閉的話呢 是完全把防抖的功能關起來 基本上會使用運動相機的人不會關閉 異竟就是需要畫面的穩定 哈囉大家好我是視晨 那目前呢你們看到這個模式是 超強真穩 155度的廣角鏡頭 在我旁邊周遭的環境呢 還是有變形的狀況 那目前呢你們看到這個模式是 超強真穩加 跟剛剛的距離是一樣的一個手臂長 後面的場景雖然有被拆剪 但是就不至於說 變形的非常誇張 我想要記錄的畫面都有記錄進去了 以前看到這個地平校正呢 可以看到我的手其實都有在搖晃 但是畫面呈現都是非常穩定 非常固定的 地平線真穩 擷取掉的幅度就相對在提升 就連我的頭頂就有被拆剪到 那這個模式是非常厲害 即便呢你們從相機看 所呈現的畫面都還是在地平線上 真的好厲害 DJI OSMO HM4 OSMO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吸引我的致命點 就是據說 在拍攝的時候 竟然可以把這個自拍感消除 使用空拍機的那種感覺 畢竟呢我是第一次使用 DJI系列的運動型相機 所以呢我們還是要來玩玩看吧 不得不說這自拍感 真的很長 幾百個人都是可以容納在你的相片當中 這真的太長太好用了吧 這功能真的太變態了 好啦那影片最後呢 就來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我還是踏入了 運動相機的這個大坑 因為在近期看到DJI的官網 吸引我的致命點真的很多 例如它的磁吸快扣 以及前後的觸控螢幕 以及它的電池不會過熱 之前呢我使用GoPro的時候 常常在拍攝片段 會因為電池過熱而關機 必須把GoPro放到冷凍庫 讓它降溫才能持續再使用 使用GoPro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要換電池啊 裝個麥克風 要在那邊轉個螺絲 轉個老半天 然後又把它裝上去 在這時候呢 通常是錯過很多珍貴的畫面 看到DJI OSMO H1-4 這個磁吸快扣 我就覺得 天啊 天底下哪有這麼厲害的功能 假設在我拍攝Vlog的同時 想要以第一人稱視角 分享給各位的話 我就可以把這個快拆拆下來 裝到我的脖子這個快拆雲台 是不是超級超級方便 而且它的磁吸功能是磁鐵吸力非常的強 這樣真的是可以呈現更多精彩的畫面給各位 最後呢就是我再次踏入運動相機的原因第二點 因為近期要準備出國啦 那我們這一次呢 跟帥弟是要去日本大阪自由行 趕快訂閱起來自由行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 而且我想說 如果去日本旅遊的時候呢 舉起相機在拍攝的過程 會引來很多人的側目 加上如果我們進去餐廳的話 你要把一台相機放在那邊 可能會很多人想說 就是什麼明星嗎 還是什麼很有名的影像創作者 結果也沒有 那講到GoPro跟DJI 大家可能會最在意的就是夜間拍攝 因為如果有使用運動行相機的朋友就會知道 GoPro在夜間拍攝的模式真的是爆蛋 那用影片呈現呢 只能說是堪用 甚至有時候是不能用 而在DJI OSMO HM4 呢 它的夜間效果可以算是不錯啦 大家好 我是士忍 那目前呢 你們看到的畫面呢 是我已經把工作室裡面 所有的電燈都已經關掉 那目前呢 是只有剩下微弱客廳所滲透進來的燈光 呈現的畫質真的是相當不錯 而且片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一種 登登 好 那今天跟各位開箱 DJI OSMO HM4 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在下面幫我喜歡 如果你想要看我喜歡更多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我按訂閱 並且追蹤我的頻道 我會不定時發布新的影片跟各位分享 我是士忍 See you Bye